这两盆呢都是我前段时间刚上盆的兰花 现在呢早已经浮盆 而且已经恢复生长 还长出了新芽 那么很多花也在兰花上盆后啊 总是养不好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兰花新上盆之后有五剂避开了 那么它才能够更快的浮盆恢复生长 首先第一剂就是剂过度杀菌 在上盆前呢 很多花也会给根系的进行杀菌的工作 其实如果你根系本身没有问题 没有烂根 没有修剪的话呢 其实你不需要杀菌 也可以直接栽种 栽种之后呢 它也更容易浮盆 如果过度的杀菌会消灭蓝菌 不利于兰花根系后期的生长 第二点呢就是避免上盆之后呢 给它强光直射 因为呢刚刚上盆的兰花根系 还没有恢复正常的吸收功能 还不能够正常的吸收养分和水分 给兰花生长 如果放在光照过强的地方 叶片呢很容易湿水而出现枯萎的现象 第三呢就是栽种没多久 就马上给它湿浓肥 这样的话呢 根系还没有恢复吸收功能 施肥很容易造成肥害 如果你实在是不懂施肥 或是想要比较简单一点的方法 你就可以在上盆一个月之后 给它用上这个全能型的缓施肥 好康多就够了 这样呢既不容易烧根 又不容易产生肥害 还能够补充兰花生长所需要的各种养分 一般呢我们是六个月使用一次就够了 这样施肥啊就简单轻松多了 第四点呢就是不要频繁的看根 如果你频繁的给它拨动这个植尿看根 或是把兰花直接拔出来看根 这样的话呢都会导致它的根系容易受损 而且呢还会导致在重新摘种之后呢 它又会继续的要浮盆 会影响到它后期的长势 最后一点是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盆植尿这些器具呢 不干净有非常多的病菌 没有做好严格的杀菌消毒工作 也会造成南花后期栽种之后呢 容易感染病害 避开了这五季 南花在上盆之后呢 才更容易浮盆恢复生长 长势才能更旺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